为什么宋真宗以后没人去泰山风扇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风扇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权威作用已经被削弱了 风扇这个活动其实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彰显政权的合法性 所谓王者受命异性改制应天 攻城风扇以告天地 搞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这个天子那是上天盖章认证的合法领导人 而且风扇也只是这一认证体系当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 与之形成匹配的还有玉玺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 包括周少的九鼎也是这个意思 西汉初年天人感应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在这套理论里面 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 而人间的四季风雨灾害祥瑞 都是上天给天子发的各种指令 这套天人感应在汉朝前期确实起到了维护军权的作用 可它的副作用也特别大 第一个副作用就是解释天象的权力逐渐被儒家群体所垄断 这一点在西汉后期特别明显 随便哪个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 儒生们都会把锅甩到皇帝的头上去 王莽能够非常和谐的把权力夺走 背后靠的就是儒家群体 只是这帮人把王莽推上去之后 没想到这个家伙把刀砍到了自己的头上 所以儒生们又很快抛弃了王莽 可见把皇权交给上天的第一个副作用 就是皇帝连解释权都没有 第二个副作用就是天灾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办法预判 中国本身处于大陆国家 绝大多数的土地都还属于季风气候 这一年到头天灾只会多不畏少 哪怕是好年景 这台风也是少不了的 一旦进入到极端的季后时期 麻烦一来那皇帝可就惨了 汉朝过于讲究天神感应 讲究称伪搞政治神话 正通人和就风调雨顺 朝廷不行就天惊地动 可是你谁能保证自己在位时间 就没有个天灾人祸的呢 尤其是东汉后期 中国又进入到了一个小冰河时期 全国天灾频频爆发 韩信当年北上走的那条路 就因为水位下降走不通了 按照天神感应 那东汉的皇帝各个都是罪该万死的坑货 虽然之后的唐朝经历了一段稳定的好时光 但是安史之乱又给皇权狠狠地踩了一脚 等到了五代的时候 城头不停地变换大王旗 大家干脆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你说你有政权的合法性 那你手里有几个事啊 就这样 五代之后的宋朝人需要一套新的东西 来支撑这个朝代的存续 像以前那套东西肯定是不行了 咱们开国皇帝是个不要脸的篡位反贼 趁着人家孤儿寡母夺了大洲的天下 你说顺天应命 你有这个条件吗 更倒霉的是北边还有一个辽国 人家当年也是打进中原之后建立的 有事没事也说自己是正统 这晚上谁能受得了 所以自从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开始之后 汉代的皇权天兽的说法就被儒家给抛弃了 不讨论什么天命的问题 也不讨论什么武德始众德运继承的问题了 而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直接说我大宋是结束了战乱 领导全国人民高效地建设了封建主义 那封扇呢 玉玺自然也就被削弱了很大的功效 宋朝人自己就说过了 封扇十字秦始 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 以为太平盛世 亦以谬矣 说封扇这个东西就是个面子工程 咱大宋的皇权靠德不靠天 这个习惯呢 一样也感染了后来的明朝和清朝 明孝宗的时候 有人拿来了号称是秦皇传国的玉玺 结果明孝宗的职业就说了 说我高皇帝自治一代之起 文各有益何其慈禧在 清朝乾隆年间也有人拿来了什么所谓的传国玉玺 乾隆也表示天子在德不在习 宋真宗之后再无封扇 就是因为封扇的神圣性逐渐消减了 大伙呢也就不再搞汉唐时代那套东西了 尤其是宋代以后 士大夫政治逐渐成熟 君主独裁的制度日渐加强 一个花钱还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东西 皇帝们自然也就没有兴趣了 但是我必须要做不及时 看看这次来不及时 我可以咬开